中華職棒30號在台南進行 忠信兄弟跟統一之戰 賽前史奈德總教練釋出力多消息 大師兄林智勝31號渴望重返一軍 如果能順利出賽就有機會延續 他在明星賽連續14年出賽記錄 除此之外 忠信兄弟上半季確定淘汰之後 史總也決定取消賈仙八回歸正常輪值 上看台了 全美打 詹子仙 兩個好消息也讓忠信兄弟 上演慶祝行情 包括詹子嫻 吳東榮 還有張志豪三個人接連開轟 六局下接踢投球的洪辰宇 不再悲情假先發 拿下本季第一勝 就很開心 然後可以替球隊然後保持就僵局的那個前面下 然後我上來說是他是叫我就是面對佐達者嘛 就是中區的時候面對佐達者 所以自己也有對佐達者下一點苦心 然後反而今天對佑達者反而成績不是很好 所以可能又要重新找一下對佑達者的感覺 對 比賽勝負關鍵是七局上張志豪炮打楊建福的滿冠炮 為黃山軍奠定勝機 中場中信兄弟就以8比6拿下勝利 幫助Lamigo拉開與統一師的勝差 今天打擊的感覺就不差 你前幾次的打擊就都能夠掌握到球 節奏上方面 但是就是沒辦法打準 前一次三陣就覺得自己有點太貪心 那想說就 反正滿臉嘛 一人出去我只要打到球 球隊就會進分 就會往前推進 所以就積極地 然後確實地去擠到球 就有好節奏